我要去救海棠 哥 你别冲动 放开我 你先听我说行不行啊 说什么呀 海棠现在被抓走了 你们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你能不能先冷静一点 你以为你今儿 就能把海棠救回来吗 怎么救不回来 海棠他是被冤枉的 他现在在监狱里受苦 你们不管 我要去救他 哥 你怎么就不听我呢 月明 放开我 月明 娘 月明 你不要管我 月明 我要去救海棠 你放开我 哥 放开我 成何体统 出了事就张牙舞爭 哭天喊地 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家里人可以顺着你 出去谁把你当回事啊 你还要去救海棠 你去呀 我看你怎么把海棠救出来 爹 你现在数落我有什么用呢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 怎么办呢 当务之急 应该先打听好 易小姐是怎么晕倒的 是吃了什么 还是用了什么 你总得弄明白 是怎么回事吧 这个海棠 让他与世稳重 千万不要太固执 和龙夫人相处 要多迁就行 一定是他鲁莽行事 还连累我们朗家 娶了这样的儿媳妇 可真是作孽呀 娘 海棠他是被冤枉的 你们怎么把什么事 都往他身上推呢 行了 按月轩说的话去办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打探清楚明白 对 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冷静 更不能让那些 一直在背后 看我们笑话的人 跳出来闹事 还有你 说话要注意分寸 海棠是我们朗家的儿媳妇 我相信他绝对不会 做出伤人的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